所有的領受的各位好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抱歉有點多到時間 但最後我是用幾分鐘的時間 跟大家來拜託 大家都知道 一華是出生於公教家庭 我們家庭沒有人選舉 就是由我在選舉 所以呢 我對各位的感恩 大概是要從二十年前 給我機會走上公共服務之路 各位都是我的會員 所以我為什麼不管做什麼事 都要認真努力 因為如果大家沒有給我機會 我不可能有機會 從議員開始 一步一腳步到現在 就要先深層鞠躬 跟大家感謝 一共謝謝 非常感謝 那當然 對我來講 大安區 是我的家 是我的家 我從 搬到台北 我就住在大安區 中間緊密到心理事服務 但是大安區 是我的家 所以我這次要感謝 張乃馨委員 決定要交放 這時候讓一環有機會 回到我 最喜歡的大家去來 有機會 為大家來付出 跟大家來奉獻 所以要拜託大家 因為立法委員 只有一位 我跟大家保證 我一定會跟 蔣乃馨委員一樣 非常踏實 非常認真的 把我們應該把地方的建設 地方的服務 跟我們所有的議員 所有的禮藏 我們一起攜手和送 讓大安區 永遠是最好的行政區 好不好 好 第一個是服務 因為我領導保證 因為我本身 清清白白問證 一路過來 所以我領導說 我在立法院 絕對就是個 專業人力代表 我不會有其他的職務 也不會搞功搞心 我就是很專業的 很認真的 把我的工作給做好 在立法院 專業問證 實現 我當初為什麼 要踏到工夫之路 我的初衷 我的理想 剛剛提到 不管是教育 不管是我的弱勢的關係 其實這都是我 一路到現在 我跟趕南 大家說 我走二十年來 我沒有變 我知道我應該要做什麼 而且我跟他報告 雖然我是民黨 其他的所有人都知道 就算當初我在台北市 在政府的時候 國民黨做不好的地方 國民黨做不好的地方 我當然覺得我一樣 繼續 因為我是民意代表 我有我的責任 包括我當台北市 教育局局長的時候 國民黨執政 教育政策不對 我一樣 站在我們老師 站在我們學生 在家長的立場 跟我們國民黨的政府說 以及溝通 怎樣才是對的 這就是我一路過來 我覺得我要牽食 對的事 所以我要跟他報告 為什麼這一次外交部 我們會這樣子去受傷 而我覺得 我終於也感受到 神叫做廣告霸凌 最近 因為明明我們受傷 所以我們做假 我跟他說 當時如果不是因為 我就花點錢給大家講 我們跟外交部 國民黨黨團跟外交部說了 我們要去外匯 針對楊慧如 他因為可能網路報的霸凌 造成 我們一個優秀外交官支持 警安署調查報告 後面黑手 現場評論負責 就是去表達一個國民黨團 一定要表達的聲音 結果呢 我們連大名都進不去 各位 台灣是記名的嗎 我們今天明義代表 表達意見 今天我在民主時代 我們都希望找找 個會議室給我們 聽我們的聲音 然後呢 就算意見不同 我們也會各自 表達各自的意見 但是 絕對不是把大門關起來 所以既然我們要捍衛 立法委員我們整個持權 我們當然要跟他 在中間有所推進 造成我們受傷 所以要再次跟大家報告 對於這種不公不義的事情 對於不公不義的事 因為我要從以前到現在 我們絕對 偶像 解決 的